好,感謝今天特別播空上線的教練們 還有Johnson教練跟其他友人上線來旁聽的朋友們 那今天主角是跟著我們進行了大概是有六週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長的雙技能認證的 有14週的教練培訓 那今天是他們結業的一些分享 那也真的特別感謝他們會願意播空 然後很熱心的分享他們在這過程當中的收穫 跟一些體悟 那前面呢,我先簡單大概先講一下 我們心靈吧台在10月份有安排的一些活動 就是公益團體教練的活動 我們這個月有安排了三場的公益團體教練的活動 已經有一場是在10月6號已經結束了 那另外兩場是在10月17號跟10月26號 我會再把心靈吧台官方的Light連結丟到聊天區那邊 如果你們對心靈吧台的活動是有興趣的 可以來註冊參加 那10月17號的那一場主題是關於金錢跟財富的自由的 鬼打牆輪迴 那26號那一場是四倍公辦的定位民司與行銷陷阱 如果對這兩個主題是感興趣的 可以註冊我們的公益團體教練的活動 接下來我們在禮拜四呢 也即將要開始進行 咸雲教練VIP2.0的創造 就是我們設計了一個半年的計劃 要陪一些想要運用服務創造客戶這個模式 來陪教練們去接續去經營他的事業 那哦感謝維滿 我看到你分享的那個在聊天區分享的 公益團體教練的訊息 那待會我可以再丟連結上來 對那我們在禮拜四的有一場Unboke 如果對於後續關於創造客戶的這一塊呢 你會想要運用一種比較契合你的方式 來去協助你的事業去推廣行銷 那會蠻建議明天 對明天禮拜四晚上八點半 我們會有一場公開的就是說明這個計劃會怎麼進行 那有興趣的也可以來聆聽 好那其中一個主講的教練呢就是Johnson教練 他也跟這一次是協同新陳老師一起來服務心靈吧台的教練們 然後希望教練可以運用一種就是不是市面上的主流行銷方式來進行推廣自己的服務 但是會在這過程當中去找到是比較相應於自己適合的一種模式來進行自己的服務推廣 然後嗯 Johnson教練要來跟我們稍微講一下 鹹魚教練VIP2.0的計劃嗎 好我稍微講一下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計劃好了 因為具體來說計劃的介紹會在明天晚上來跟大家分享 那可以稍微跟大家先說明一下為什麼這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嗯是跟我來帶鹹魚有點不太一樣性質上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計劃是我自己原本有一個課程 那後來和新陳老師這邊的鹹魚VIP兩個一起合起來 那之所以合起來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談的時候發現 我們想要協助的對象其實很接近都是抱持著一顆助人的心啊 那可能方向是走教練的也可能方向是走療癒時的 或者是其他的顧問型的也有可能 對但我和新陳老師目前比較喜歡的方式都會是用服務來創造客戶 而不是用一些市面上比較長交的一些高家線上課的一些銷售方式 舉例來說可能是名單磁鐵啊 然後嗯銷售型演講銷獎 或者是這個銷售型的課前諮詢等等 Sales國外講Sales code這種方式 那這些方式嗯也沒有說不好或不好 就是說假設今天一個人他真的對設計名單自己很有興趣 那大家就去嘛對不對 或者是一個人對於怎麼把銷售講好很有興趣 因為確實有這樣的人啊 那大家就去嘛 對但我們有發現哎我自己發談過一些教練朋友或同學發現 哎不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啊 就那一些事情不是每一個人的興趣啊 那有一些人他就只是希望他自己走過他人生的一些難關 他接觸到身心靈或者是他接觸到一些個人成長的東西 他解決了自己問題以後他想要來協助別人解決他們 那他希望就做這件事情就好 那我覺得用服務創造客戶的方式就是 就有辦法你在服務人的過程 你同時以某種程度來講其實你也是在銷售你自己的服務 讓服務的過程變成銷售的體驗 而不用把服務和銷售兩個分開 那不用不一定要去做一些可能跟服務比較沒有直接相關的事情 然後才能獲得客戶 其實還有其他的方式能夠獲得客戶這樣子 對那差不多這樣子 再說下去就把明天講的東西都講完 對 對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會合在一起 然後想要開一個半年的配跑計劃 那時間我稍微講一下這個時間好了 因為如果在場有一些接觸過市面上 在教一些高價課程的課程 就是在教你做高價課程的課程 通常都會是三個月四個月這樣子 那也有少數是半年 我有一年 對那我自己至少訂半年的原因是 我自己這樣一路一年走下來 我覺得半年是最基礎 讓你有一些能力 你有一些技能或你有一些經驗 然後想要透過這些技能經驗去幫助更多人 擴張自己的影響力以及收入的一些夥伴 我覺得基本的一個時段 對特別是你如果還有正直的話 我覺得這個時段 這個時間是基本的 對如果把它太壓縮的話 其實會導致大家自己在心態上 可能會有點過度期待 來引發的過度緊張等等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這次用半年 對那也 因為這一次也是首次兩邊合併 所以看之後的進行狀況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也會希望類似的這種陪跑計劃 能夠更長時間的來陪伴各位一起前進這樣子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這個計劃的緣起 以及這個時間安排的部分 好感謝張盛教練 有興趣了解的話也可以參加明天的課程的說明會 好那我們今天其實主角真的是陪同我們一起來進行這一系列 教練培訓的教練們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邀請這一位那個益貞 我想要先確認一下益貞是不是已經上線了 似乎還沒有 是嗎一針有在線嗎 好像還沒有看到 好那我們先進行下一位教練是 滋滋 滋滋教練有在嗎 有哦 有哦 好太好了 就是我對滋滋的印象就是 滋滋跟我是一個痛調很像的人 就是我們都是屬於 沒錯 慢步調的人 說話語速 其實從剛剛我跟Johnson的那個 前面開頭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Johnson教練的語速很就是比較流暢 那我們就會比較 比較是屬於 步調比較慢的 所以其實在幾次 在這一連串的 滋滋是我們的雙技能認證教練 所以他也陪同了我們總共有14週的教練培訓 過程中其實滋滋教練都蠻積極在參與課程啊 還有一些我們有一些實戰隊聯 所以在這交流互動過程當中 我也看見滋滋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其實滋滋已經後頭 就是後期在跟其他教練對練的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真的成長的變化是很大 我不曉得滋滋自己覺得自己有沒有一些 就是成長跟收穫 然後在這邊跟我們大家來分享 還有順道介紹一下你自己的 目前在從事的服務事業 那就嘿接下來交給滋滋來跟大家分享 好的大家好是滋滋 然後我是一個要怎麼說 這是透過繪本跟音樂 然後再教傳遞這些 我把這兩個東西結合 然後把這些東西傳遞給孩子 然後最近我除了就是做親子課之外 還有在做四肢的培訓這樣子 對就是我現在目前的主業 然後會來上這個雙技能的課 其實很就是有一些可以說的 然後我想一下怎麼講 其實我會來上這個課是要再往前講一點 就是我從2019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對聖心靈有興趣 所以就開始學習很多這一塊的東西 然後後來學一學我就發現 欸我好像學了很多療癒的 可能自我我先 因為有自我療癒的需求 所以我就先學一些自我療癒的技術 然後我在學的同時其實也可以在幫助別人 然後我就發現欸其實這些東西 他們是有點像是分散 就是欸我今天要用這一個技術 那我可能就是用這個技術再幫別人 那我今天又用另一個的時候 我用另一個 就是它是比較沒有辦法去結合在一起的 然後我後來就看到了雙技能的這個課程 然後我就感覺它是一個可以幫我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結合在一起的一個課程 然後那時候也想要有一些就是在我的事業上 或是有一些創新的東西這樣 就想說好那我來學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我就進到了這個雙技能的課程裡面 然後在這課程裡面我覺得很有趣跟老師設計很好的是 整個課程的要怎麼講 那個整個課程的一個流程 就是我們可以很好地去學習很好跟每一個課程 然後它不是可能一整天的課 然後我們就是很多個小時要在裡面 它就是可能每天我們只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在裡面 我覺得我發現就是我透過這樣子一個步調 會讓我可以去培養一個並習學習的一個 一個習慣吧 對 然後我就發現我慢慢跟慢慢跟 然後就好像真的有一些進步的地方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簡單總結一下 那我這一幾個月的我自己覺得的進步 就是我現在可以透過 coaching的這個技術 然後去結合我之前學的那些療癒的技術 就是我把它整個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就變成一個 有點像套裝嗎的東西 然後來去幫助我的朋友 或幫助有需要療癒 或他們有個目標的人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透過這個教練的提問的技術 以及一些老師的心法 就運用在我的生活當中 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自我的對話 去幫我自己去解決很多不管是事業 或者是生活上的問題 然後同時我也在可能跟同學很多不一樣的同學嘛 我們就跟很多同學去團練的過程當中 我就看見其實每一個人會有他們不一樣的特質 像剛剛Eva就是跟我比較像 就是我們都是慢慢的 但當然有一次同學是比較有目標的 然後比較快的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每一個同學不管是快 不管是慢 不管是比較有目標 或比較有彈性的 比較自由的 特質的人 他們都可以用自己的 屬於自己比較輕鬆的方式去展現他們自己 然後做出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樣子 對我就發現 我的這個看見 就是透過看跟對話 然後透過看見去 才來回過頭來發現 其實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這件事情 對就是再更加肯定 然後再來就是 的啟發跟收穫就是 我剛剛有說就是結合療癒 我可以去幫助朋友 然後再來就是他回到我的事業上面 他就是可以讓我更清晰的去 瞄準我現在想要走的方向 對 然後以及在我在培訓我的學員的時候 也可以用一個比較開放的心 跟一個比較靈在的心去深入的了解他們 對 然後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的一個 想一下 的達成的一個 算是小目標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我其實在九月的時候 我就有幫自己設一個小小的目標 然後夢不要就是要來達成一個培訓課 我現在有招一個培訓課的一個招生的人數 然後我 那時候有一點煩 就想說好 那我要怎麼樣才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 進到那個冥想狀態 然後我就跟自己對話 然後講一講之後 雖然那時候當下好像沒有解決到我的那個問題 但是我就帶著這個問題 然後就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又回到課程裡面 然後都聽老師的Podcast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在聽到老師 就是新陳老師跟Johnson老師的某一集 他有提到 就是再次提醒了我 用服務 然後用連結去創造客戶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有點叮 打到我了 我就想 喔對耶 連結 對耶跟客戶去創造連結 我就想到 喔我以前其實有一些培訓的學員了 那我為什麼不去跟他們做一些新的連結呢 這樣子 所以我就透過這個方式去達成了我 9月的一個小目標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 非常感謝芝芝跟我們分享 嗯 你在這過程當中的 這一些 帶給你一些新的啟發的東西 還有你最後的成果分享 那喜歡芝芝的朋友們 就是如果你也一樣是 喜歡小朋友 你喜歡跟小朋友互動 你喜歡跟小朋友互動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去關注一下 芝芝的 歡迎社群 對 裡面有很多 嗯 對 跟跟小朋友相關的一些 呃 遊戲啊 音樂啊 還有一些活動 是可以親自一起參與的 好 那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再換下一個人錢 我可以拋一個問題讓芝芝分享一下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這問題很簡單 不要緊 不是課程裡 不會太難的 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 好 嗯 不確定啦 但假設假設因為這個會放在 YouTube上 那 如果有新夥伴他 對Coaching這件事情感興趣 你你就 就你自己的學習歷程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或一句話 建議或一句話都可以 這樣 哦 我其實在上這個雙技能課程的時候 我上 還沒上完的時候 我就 跟我朋友說 欸我覺得這個課每個人都要來上 然後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我覺得 他在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管是技術也好 或者是心法也好 就是這個東西 他叫做可以 嗯 透過提問的方式去跟自己做對話 然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跟自己 有能力跟自己做對話 是一件很很重要的事情 對 因為他就是 嗯 要怎麼講 那這自成我 會了 知道說 哦怎麼樣跟自己問 問自己好的問題 然後 之後呢 我就 嗯 在生活上 或是工作上面 遇到一些卡關的時候 我就比較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幫自己跨越那個關卡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 就是不管你是要自用還是要幫助別人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技術這樣 對 欸我這樣也回答到Johnson老師的問題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哈 OK 好 感謝Johnson教練 對 感謝Johnson教練 對 引導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提問 那也謝謝姿姿跟我們分享 我記得 對 我在跟姿姿在我們有幾次在線上實戰隊練的時候 然後記得有一次是總結了一個關於我們這種特質的人 的一個 一個優勢可以可以這麼說 其實我們周遭的人有很多都是快步調的人 他們的步調很快 然後他們其實是需要他們其實是需要慢步調來平衡自己 但是他們又會不自覺的認為慢步調的人 怎麼步調這麼慢 嗯 因為就是 焦躁所以其實每一個特質的人的存在 他都有他自己的存在的 意義跟價值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看見這一點 對 就可以更 好的跟接接納自己 並且去 跟跟別人一起互動 然後是更 嗯 可以用一種 因為我們在課程裡面 蠻常 提到的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靈在 靈在 靈在 的部分 他可以協助大家彼此 打開 呃自己的內在智慧 然後去發揮出自己 的優勢跟特質 然後可以更清楚知道 不同 特質人在一起 要怎麼去 更好的 合作跟溝通 下去 對 對 感謝 滋滋 今天播空上線 來分享 然後我好像 看見了 看見了 那個 益貞上線的 是不是 益貞 有在線嗎 有 好 好 那個 我記得我跟益貞的起源 是有一次 過年 年 好像在過年的時候 然後我接到益貞打的電話 然後他詢問我 呃 接下來人生的路 有 有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小聊了一下 然後 因為益貞也 也報名了我們的 雙鏡的認證教練 所以也是跟了我們 大概14週 我覺得應該也不只14週 因為我們中間 有很多 呃 我們也不是接著上的啦 我們中間還是有空檔的時間 是讓大家 有一個緩衝的時間去 去吸收內化還有休息這樣 對 所以今天 呃 如果待會可以 我也會 希望益貞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你上完課之後 有找到 你當初 對於生命的 一些疑問跟 質疑嗎 有啊 當然有 對 而且 就是 嗯 你們 你剛剛前面剛剛有講到說 快腳步跟慢腳步這樣子 我是屬於那種腳步很快的人 對 然後 一直要不斷的往前走 我在 內在裡面會覺得 自己還不算笨 有時候在某一些事情上面還算 聰明 絕頂 哈哈哈 有這樣自己說自己的嗎 然後呢 我就會 呃 不斷的讓自己學習新的東西啦 我有這個習慣 所以我參加完課程以後 因為我除了參加我們 身心靈的課程 我可能在我的工作上 可能需要上 睡法的課程啊 可能 睡法很多嘛 就有遺症 遺症啊 就遺產啊 鎮雨啊 好 那還有可能一些 其他的稅務問題 那我也會去上 像信託啊 這些 我都會覺得 不管工作上是不是實質用得到 但是我都會 喜歡 多學習 所以我 到後來 就是 發現自己有一個 停不下來的現象 然後到最後 就 變成自律神經失調 所以我那時候我還記得 剛剛Eva記得很清楚 就是 那個時候我確實是就是 內在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害怕跟恐懼 會覺得接下來自己不應該 不知道應該往哪裡走 然後 然後 好像可以想得到 學的東西都已經 學的差不多了 然後接下來不知道要學什麼 後來跟Eva談完以後 Eva跟我說 那你要不要來上一下雙人證 其實 那時候也不知道雙人證是什麼啦 然後就覺得 好啊 反正也不知道要上什麼那就跟著去上好了 嗯 然後上了以後 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顯化這件事情 就是我過去可能透過書本 嗯 比如說 嗯 當和尚遇到鑽石 嗯 業力法則 那我會 知道說 你 你種什麼因會得什麼果 這個好像你知道 但是我覺得在雙人證裡面 他那個顯化是 任何時候 因為我們在課程裡面會 被訓練 不斷的覺察自己的內在 在思考些什麼 然後你就會開始去注意 外在顯化出來的是什麼 有時候 譬如說像我最喜歡用的顯化是 嗯 我要做多少業績 然後 我要成為 呃 團隊的第一名之類的 呃 我要做多少的 呃 客戶量 然後讓我自己達到一個目標 通常在目標這部分 我都非常的容易打倒 那但是在課程裡面 我也會開始去注意 呃 顯化出來的事物 是不是我不喜歡 就是說 我發現我有不喜歡的 但是過去可能他顯化出來的時候 我會 逃避或是鬼遮掩 當作沒看到 可是在雙人證的課程的時候 我卻會很認真地看著他 那我就開始會去覺察 我的內在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因會顯化出這樣的一個結果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 呃呃 業務單位啊 一天到晚就告訴你要正面啊 正面啊正面啊 然後我可能自己上完 新陳老師的身心靈的課程 我也會覺得說 啊我我已經很正面了 我越來越正面了 可是有一天就 看到先生你就會覺得 他為什麼生活習慣那麼長 他為什麼 好好跟他溝通 跟他說這東西可不可以隨手 拿了就放回去 不要東丟一個西丟一個 過去吵架的時候會跟他說 我很像老媽子好像免費的台用 就是睡念這樣子 後來不會念的 可是不念的同時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呃我把太多助力放在那邊 然後我自己不開心 然後我就會變得讓自己 我想去看那件事情 雖然我後來沒有看 但是我產生一個現象就是 我看到他看到我先生 會莫名其妙的厭惡 我不知道你們有另一半或是家人 有沒有這種呃經驗 就是說不上來為什麼 你看到他就是厭惡 那時候我 我被覺察到這個 我覺察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嚇一跳 我覺得他怎麼會這樣 後來我剛好跟新陳老師 因為每個月都有一場一對一的諮詢 我在跟新陳老師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新陳老師就告訴我說 有時候顯化出來的東西 可能就是你把它當作影子 然後就把它定義為他就是影子 然後就過了 然後接納完全的接納 不管他好或不好就是接納 可能接納這個人 可能接納那個情緒 或是接納那個感覺 我就覺得 啊很有意思 我才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 呃 就是在顯化的部分 讓我 很更深刻的知道 你的信念 你的 呃想法 會 真的 自然而然的顯化在你的生活周遭的 人事物上面 這是我 體悟非常 深刻的地方 好然後再來就是 嗯 雙正課程上完之後 我發現我的 有什麼 幽闭恐懼症之類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那種密閉式的 呃 像計程車啊 像 電梯啊 或是忽然間我進到一個空間太小間 我就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焦躁 所以 也不知道自己哪裡怎麼了 可是在上完上完雙認證的時候 我覺得會 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 然後去 放對地方 因為我過去會用腦袋想事情 嗯 比較不會用 心啊 用心去感受事情 我會覺得應該什麼事情都應該 有他的規矩 有他的 我們說的步驟一步驟二 我覺得 要這樣子做才有安全感 後來才發現那個安全感 我都是往外找的 然後我覺得 好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的選項 然後我如果每一項都有做到 都可以打勾勾 我才會有安心的感覺 我發現說那個都是你的過去 呃邏輯 還有腦袋的思考在 在運作 後來我我透過課程慢慢的 聚焦在當下 我不再去管未來 我也不再去管過去 因為我以前非常喜歡檢討過去 處女座的 喜歡檢討過去 後來發現 嗯 因為我也是覺得這是一個不變的法則 而且是很好的 是萬無一失的方法 後來就透過課程慢慢的一直調整自己的心態 因為在coaching的課程裡面就是 有的人會很緊張說 我不知道學的夠不夠多 我不知道他的問題會不會不會回答 那老師其實都會要我們專注在當下 就是甚至有時候你可能 感覺到自己的思緒飄走的時候 可以來一下深呼吸放鬆 然後整個專注的在對方說的話跟他問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訓練讓自己慢慢慢慢的就是 不再用腦袋思考事情 然後自己的那個焦慮感就慢慢的 變好了 然後我就會 我記得在課程最後的時候 我好像還有一個很執著的點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建構 我的團隊 然後我希望我的團隊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都有想法 但是我都覺得做起來很難 然後甚至我覺得天方夜談的感覺 然後覺得自愛難行 我覺得 不可能就對了 其實內心是不可能 可是為了教功課 我可能就會覺得 就是這個答案 但事實上你真的自己跟自己相處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做不到 然後你甚至根本不想碰他 可是到現在來我就是 接受自己的反抗 也接受自己忽然間人來風的覺得很美好 反正我就完全的接納當下我的任何的思維 跟任何產生的感受 然後就是讓自己臨在 然後甚至於 跟那個自己的高齡對話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開心就是 自己好像已經不再去思考說 未來到底要往哪裡走 我都不知道方向 我覺得那個感覺 渺茫 不安全 然後覺得人生沒有希望 甚至覺得 我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活著 就那時候在鑽住 在鑽牛角尖的時候都在想這些 可是我現在都會覺得說 人生很多事情 以前什麼都沒有注意過 譬如說我會去 譬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 Eva她她如果剛剛在 跟我就是跟大家介紹說 她當時怎麼跟我認識的 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很當就是 我就會很專注的聽 Eva在說這些話 然後去感受 Eva的用心 可是我過去可能會覺得說 是要評斷說 Eva講的有沒有講對啊 她有沒有漏掉啊 大家懂我要表達的意思嗎 就是完全的去享受 當下不管對方 表達是什麼 就是全然的接受 而且是一個 沒有掺杂任何 好或不好或是思維去 就是想要評判的思維去 去對待 可是我過去是會的 就是因為我是業務 然後變得很喜歡 評斷 或是打分數 然後也會給自己打分數 也喜歡跟別人打分 給別人打分數 可是我現在 忽然間現在在分享的當下 我發現 我已經很久沒有給人家打分數了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是很 很棒的很nice的 都是很美好的 對這是我在 參加雙認證課程之後 我覺得我最大的改變 對 這樣可以嗎 伊芭 謝謝一真 一真 剛剛也有稍微講到 你的團隊 對 所以關於團隊接下來 會怎麼進行 就是還在接收天線嗎 我看 因為我發現很好玩喔 就是 我當時對宇宙許下的承諾是 我希望我的團隊的每一個人 是很有愛心的 然後是有大愛喔 不是小愛 是大愛 你可以把自己的利益 或是想要不想要的那些想法 是可以拿掉的 你要完全的是想要幫助別人 即使沒賺錢或是賺很少的錢 都沒關係 你的目的只是要服務別人 這樣 然後 有收入這件事情 他只是一個 順帶的 我那時候許下的承諾 應該是說我許下的願望是這樣子 然後 那我希望這樣的人來到我的團隊 就 我以前可能會刻意的去找某些人 但是我 現在不會 我現在就是很隨緣的 放開我的心 然後 有任何機緣 比如說有人約我說 欸你要不要來跟我一起 學團購怎麼做 我就會說好啊 他也沒有收我費用喔 然後我回頭就會發現 他也是一個很有大愛的人啊 那譬如說 我也曾經許下一個願望說 我希望我找到的人跟我一樣很喜歡賺錢 很愛錢 然後我就會發現 加油站的弟弟在跟我聊天 就是 你懂嗎 有時候人跟某一些人 就是某一兩個人就會 好像一見如故的感覺 我跟那個弟弟也是如此 然後我就發現他非常喜歡賺錢 他是個大學生才大一 然後他平常休息假日的時候都會去 7打工 PT的 可是他正常下課之後的晚上 全部都在中游上課 中游上晚班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對啊 我跟宇宙下承諾 下訂 下訂單啊 終於來了一個很愛錢的人啊 對 這也顯化了啊 然後我也找到了一個 很有當愛的人啊 然後我就回頭再思考 我要怎麼樣把這些顯化的東西 黏在一起才是我要的 這是我發現很好玩的地方喔 這是我發現很好玩的地方 所以一把你說對 我還在接受我的天線 對不對 還沒有 還沒有看到那個樣子 還沒看到 對 我享受過程當中 好謝謝 謝謝易珍的分享 剛剛你有提到就是 這邊也稍微 簡單講一下 因為今年 老師也把雙精神認證升級了 所以在顯化教練的部分 老師又再加了 奇蹟模式coaching的技巧 就是再把它加進到 顯化教練裡面 所以 之前的雙精神認證教練 可以再回來免費復訊 然後也在 就是老師有額外的 奇蹟模式的coaching的技術 可以再學習 對到時候也可以一起 運用出來 然後到時候會再跟其他教練們提醒 那剛剛那個易珍教練也有分享到 對於 在 教練coaching技術 帶給 易珍很大的注意 就是 自我coaching的部分 我也覺得 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每個人 某部分 我們都會 自己會 自己思考事情 對 但是大部分 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 引導自己 去思考事情 那我們在教練的四步驟裡面 分享的這個流程跟架構 就可以套用在我們日常 在 自我對話的時候 去協助自己去理清楚 或者是再找另外一個 已經有這方面的 專業的教練 來協助自己去理清自己的一些思緒 還有一些人生的一些盲點 對 那感謝今天易珍跟我們分享 你的這些收穫 謝謝 也謝謝維滿 剛剛cue我進來 今天呢 對 對 對 那如果 對於 對於一針的 剛剛講述的故事 還有 他 因為他 他目前正在 保險業嘛 對 這邊也有 他的個人的 FB的鏈接 也可以關注 對 可以跟一針 交流 然後我們 下一位 是 邀請到 維滿教練 維滿教練在嗎 在在在 好哦 那我們先請維滿教練 來跟我們分享 在這 這幾週的 教練培訓 你的收穫 好哦 麥克風維滿 欸 謝謝 好 那 因為我以前是 護理長嘛 然後我在轉 轉任 就是說要全新投入 身心靈的產業的時候 其實我中間遇到一個很重要的 過程 就是 我一個好朋友 然後是 水心靈 學習 路上很要好的一個朋友 那學到後面 我可能有成長了 然後但是他一直 不只是原地踏步 甚至 甚至有倒退的現象 那他很多時候回來跟我 討論他的問題 都是還是抱怨啊 沒有內話 然後 呃 我會 以前的方式就會是跟他說 欸那這個老師有講過是怎樣怎樣 那 呃 怎麼怎麼 就是那時候的那個言辭 就會帶著說 欸這個東西 老師說過啊 你怎麼還不懂的概念 那那個那個朋友 就是後來很明顯的 就是他越來越萎縮 然後他反而在身心靈這條路上 呃 嚇到了 最後他現在已經離開 然後回去原本自己的工作崗位 然後是呃 呃 當一個很 就是他寧可 每天還是抱怨 然後找不同的朋友抱怨 那這件事代表很大的 的啟發 你也可以說學習啦 就是說我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呃 每個人在接受 呃 同一個老師的效果會不同 但是 我覺得他帶給我一個很重要的 想法 就是說我不能用這樣的方式去跟他勾 那這樣的方式 我只會 可能會讓對方更覺得自己好糟糕哦 自己 怎麼沒有辦法 就是可以更成長 那所以後來我就興起了覺得說 一定有一個什麼方法可以是透過 比較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coaching這件事 所以就一直 發出一個念頭說一定有什麼方法是可以 帶給人們呃 呃 有機會是更成長的方式 那後來 新陳老師就出現在我生命中 然後透過這些這些的coaching的訓練 我發現哦 原來我那個朋友大概是被我害的 開玩笑的齁 就是說嗯 嗯 我發現 提問他的力量 可以讓一個人很 很的拿回 呃自己內在的力量 然後這個力量拿到了他才有辦法成長 那 所以這一路 其實我我從去年12月到現在 其實快一年10個月了嗎 10 快11個月 所以我的成長其實蠻大的 那很大的原因是在於一開始我從離職 然後全心投入這件事 然後從不會不會coaching然後到慢慢學習 那怎麼樣把自己的原本的身心的東西 把它轉成我有有辦法去coaching別人的這個力量 那其實這一路我還蠻感謝有這個平台 呃因為 呃這包含我放下以往的穩定的工作 然後我全心投入一個新的我 我沒那麼熟悉的一個 甚至還得要自己行銷的一個一個產業 那這一路 其實 不管是coaching的技巧 或者是在我每一次上來團練或是上課 我覺得我我每一次都有個很大的感受 就是我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得到什麼得到幫助 就是被coaching的時候 呃我自己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卡卡點 然後學到就是我如果我今天當一個教練 我怎麼去coaching別人 那當然這中間 呃有個 有一些 嗯 自己學習的過程啦 不過總之就是我覺得 這個平台真的很棒 就是很多很多的教練 不管他們背景 就是都是臥虎長龍 那每一次 就是當我我們的需求被看見 需要被解決的時候 剛好吸引上來的教練 都是有這個背景的人 就像上次在講提案 就上來的那個Kemu 就就來教大家怎麼提案這樣子 對 然後再上一次又是open來教這樣子 就很妙 就是每一次的組合 就一直都被顯化出來 然後一直有不斷不同的背景的人 可以上線去支援我協助我 然後成就我這樣子 那我真的還蠻感謝 就是我呃 我覺得 加入這十個月十一個月的期間 不管是吸收學習成長 然後到我可以成為一個教練 到我願意出發 到怎麼去找個案 怎麼去提案 反正這一路的成長 我真的還蠻感謝 有這一個平台 有這個地方 然後 總之就是蠻蠻感恩 那但是就是這中間 我覺得像 不管是EVA 其實星辰老師 但是靈魂人物嘛 那不管是EVA的出現 的存在 小蜜的存在 甚至後來江神教練的出現 就 也很妙就是 我上次還跟江神教練說 其實我以前不太敢問 在線上問問題 問星辰老師 因為我怕耽誤大家的時間 然後但是江神教練出現後 還蠻常問問題的 就是我突然發現 我不曉得就是 每一個教練 給我的感覺也不同 所以當我願意發問 也剛好遇到那樣的狀況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有 從加入到現在 火花都一直不斷 從來沒有停過 然後一直都有很棒的成長 對那 我就是 呼應一下那個 之前EVA有講過說 其實在成為教練 有三個階段 就是 怎麼學習 知道 教練要幹嘛 就是 要臨載 要好奇 要傾聽 什麼的 到你可以 有技巧 知道怎麼用技巧 去提問 成為一個教練 那第三個階段 我覺得真的是 每個教練 可以在這個平台 也可以學到的東西 就是你怎麼去 從這個 coaching的過程 去覺察到自己 然後到 你日常生活中的 很細微的 覺察的部分 因為他幾乎 幾乎就是從一個 coaching的過程 去放大到你的 日常所有的 小細節 所以他也是一個 很好的 出發點 就是你要 學習覺知 那當教練也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對 以上 可以嗎 謝謝 謝謝 謝謝維滿教練 跟我們分享 我這一路走來 我看到維滿 其實成長很多 而且也很積極在 參加實戰隊練 然後每一次 實戰隊練 下一次 你再上來 再coaching 或者是被coaching 我都可以感覺到 你其實都會一次比一次 還要流暢 然後還要敢嘗試 我覺得敢嘗試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因為 重要就是不要害怕犯錯 就是犯錯了 再修正就好了 敢試 然後犯錯 然後修正調整 就會越來越流暢 越來越 順順 就是 這個 這個引導的流 還有要帶出的議題 就會越來越順 然後剛剛維滿教練也 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教練存在就是在 引領 彼此的內在智慧 去打開 然後取回自身的力量 就是讓客戶是取回他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讓客戶 是依托在教練本身 這件事情 的確是 跟 導師啊 或者是跟 一些 就是 講師 這種 模式是比較不一樣的 是可以讓 學習者本身 自己本身 是越來越 清晰明瞭 然後拿回 自身的力量 那 這樣子的成長 才會是 扎實 踏實的 感謝 維滿教練 剛剛分享的 嗯 詹森教練有什麼想要 我 我 我 剛剛講的 因為 他說 之前不太敢問 然後我 接 邪明然後比較敢問 我覺得這個 確實真的 我 確實我不知道 因為你前面的 你前面的那一些上課 我沒有參與嗎 對 但在我的課裡面 確實是 裡面真的算 鼠一鼠二敢問的 然後我覺得這樣很棒 因為我們在上面講的 最怕的就是 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做出來都是一堆問題 就是 所以 我覺得那個維滿 這部分真的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好 對然後 誇獎完以後也還是有一個問題想要給你就是 那 針對 可能對 退酷群有興趣的夥伴 甚至我看今天有有報我們VIP2.0 就接下來半年計畫的夥伴 呃 你會想要給這些可能比較新手教練的同學們啊 一句話或是一個建議 是什麼 呃我覺得 就像剛剛你問那個 滋滋的問題 就是 欸你剛問他什麼 一樣啊一樣 對一樣的問題 嗯 我會認為一句話就是 在你還沒學好教練的技巧的時候 你不要想去教人 對因為你的教就像我剛剛分享的經驗 你的教只會讓對方更反彈更更萎縮 因為這個是沒有力量的方法 嗯 可以嗎 哦非常直接 但我覺得 蠻從蠻中肯的一個 我才我蠻真的想要說的就是 嗯可能 在沒有學這個之前 即便自己對於對方有很多可能 你覺得他怎麼樣才會變得更好的地方 就點到為止啊這樣 哈哈 是是是點到為止嗯 但呃 嗯 嗯我們可以說對方沒有準備好 他不想被你扣去 但是我覺得教練承載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呃即便對方準備好了也沒有人願意被教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都是用教導的方式 沒有一個人會敞開 會認為你有比我厲害嗎 你你憑什麼教我這件事 就是這個是很細膩的就每一個小我的心態 那即便你已經是大師你在顯化上已經很厲害了 對 除非他真的很想跟你學 不然在他還沒準備好 或者說他真的也覺得呃 深信你是一回事 他也想要認真了解顯化 但是 方法上還是用用這種 想要教人的這種這種口吻或態度 呃效果都會很差 而且我真的會覺得 會把對方再推的更遠 嗯 就是如果他已經有想法或是有意願 呃但是在你還沒成為教練前 因為我覺得提問他本身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 那個就是絕對把力量交回給他本身 那對方更有力量之後 他們會更容易或更想接近接觸身心靈 嗯或是不管我們講顯化這件事 對但如果沒有力量的 的教育教導 這個這個只會把他們推的更遠 嗯 因為我們這個針對這個觀念我們之前有有談過嗎 對 感覺這個就是得到這個發現對你來說印象蠻深刻的 對可能就那個朋友的表現跟最後的對 我會覺得很可惜然後 我上次也跟open分享過說 也許那個時候的他也吸引了我 不管是呈現還是我們的共振 知道那個狀態 那我覺得那都是學習啊 我也放手也不會很 就是很介意就是卡在自己內在 什麼樣過不去 呃我反而我現在會祝福他 可是這個經驗帶給我很大的成長 就是我願意再去多一點學習 作為教練這件事 對 謝謝維滿 那一話 好謝謝維滿 我相信那個應該是維滿 生命中的天使 那你探索教練coaching的一個 一個奇蹟 對那 那維滿教練也有跟新陳老師錄了幾集主題的podcast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我們的podcast 就是新陳的仙韻教練101去聆聽 那想要呃 了解更多 因為維滿教練跟新陳老師也錄了很多關於 覺察上面的一些分享 所以如果也會想要呃對這主題是感興趣 也可以關注維滿教練 還有來那個新那個心靈八台的podcast 找找這些主題來聆聽 然後我們最後一位壓軸 Shunty Shunty教練 我對我對Shunty教練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實戰對練的時候 我剛好跟到你那一組 然後 你他的冥想實在是太有魅力了 而且那個情境畫面是很 像我這種冥想不太有畫面的人都很有畫面 然後也會隨著你的引導 然後去被帶入到那個那個情境當中 所以我覺得你的那個代理 協助別人去做情意識的探索這一塊 你的基本功其實已經算蠻深 就是對我來說我覺得蠻深厚 然後會想要去聆聽你的 因為我知道你也有錄製很多冥想引導 分享在你的平平台上嗎 嗯對 好那接下來簡單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進行教練coaching 培訓的這期間的收穫 嗯好的 那首先就是 謝謝Eva剛剛的分享跟觀察 然後待會我其實也蠻想就 那一場 呃在 嗯跟同學對練過程當中 我發現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 當初會決定加入 新陳老師這個 六周的線上 咸雲教練事業 我沒有參加他的雙技能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我好像 學的東西也夠多了 然後 嗯我自己進入身心的領域大概 也快八年的時間 所以有我自己一套 想要帶給別人的東西 那我之所以會 嗯就是加入教練 我這個咸雲事業題的 嗯 原因是因為我原本有一個很困擾我 蠻久的一個議題 那就是我覺得 帶學生帶的好累 然後也有點Echo前一個 維滿教練他分享的 他那個朋友的情形 就是他發現說 當他跟他朋友說 啊那個不是 就是老師有說怎麼樣 就是當我們是用一個比較 指導性的角色去跟我們 眼前這個人互動的時候 它是一種上對下的概念 可是現在我觀察 其實大家在走身心整合 跟靈性覺醒的過程 很需要把這一種 上對下的存維感給打掉 那這個要怎麼做齊呢 那身為一個靈性的老師 或者是說在這個自我成長領域的老師 就必須要先一聲作則了嗎 那說我如何在我自己代課的過程當中 去顯化 去讓那一份流動跟允許 可以真的在這個課堂 視訊對話過程當中 顯化出來 那我當時就是加入 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學生 真的讓我帶的 心裡面都會 掛念他滿久的 因為他就是 很常會跟我抗議 他就說他不想做那個功課 不想做這個練習 然後因為我 我有一套自己要戴他的架構 然後我就發現我戴不動他 對然後 這件事情就啟發我 雖然他對我來講 不是一個相對愉快跟輕鬆的經驗 但是也引領我去思考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讓我更好的協助到 我未來其他的學生 所以雖然那個是我自己 本身在代課過程中的 複項經驗 但是他也讓我看到 我可以從中成長的契機 那之所以為什麼會加入 新陳老師的線上教練課 因為我想說我自己在做這個 coaching的過程當中 我很多時候 嗯會有一些架構上跟 次第性上面的分享 但是 coaching我知道他也是一項專業 而這項專業是在我們的 文化過程當中 很少被提及或訓練的 就是我們很容易去接受那種 權威性的東西 就從小我們就是乖乖坐在課堂當中 然後去聆聽台上老師講的 喔這個就是這個 然後答案就只有ABCD 那你選擇單選題 複選題甚至是深論題 你都一定有 固定的標準回答方式 對那我自己曾經在 國外念過研究所嘛 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老師在教授台前 就提過一句話說 無論我等一下 待會要跟你們分享什麼 你們都不要把它當作是真的 你們可以挑戰我 可以問我問題 那時候我的當下 就會有一個超級大的 黑人問號 然後還有一種很大的震撼感 那個震撼感是來自於說 哎呦我已經繳了學費 然後老師竟然說他講的話 我都不要信 但是我後來 上課越久我越能夠感受到 他說那句話意味著什麼 就是沒有人是站在一個 高高在上的角色 沒有人是一個 就是說啊你要聽我的 那我是在這樣子的文化下長大 就是說我要去聽別人的 無論是我自己的家庭成長環境 或者是我的職場 我前一段我唯一一份工作 啊就是也是一個很威權體制 濃厚的地方 然後要從那個地方跳脫 然後成為一個身心靈的導師 我卻必須要把那種好多的框架給卸下 那在這八年的練習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看見自己也放下蠻多 放在我自己身上的限制跟框架 然後透過在這個coaching的過程當中 我又再次的去看見 跟重新喚起關於臨在的那一個能力 這個是我蠻感謝星辰老師 嗯 開設這一堂課程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第一堂課 就提到臨在的這一個議題跟主題嘛 然後我就覺得 欸對欸我過去好像 剛開始因為還不是很熟忍 然後我在帶學生的時候 我碰到那樣子的阻礙 會讓我覺得哎 我怎麼拖他 然後我拖的好重 然後他也走的步伐很慢 但我覺得這樣不太對勁 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嗯 我覺得老師他在課綱設計上面 第一堂課就在講到臨在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就有一個蠻神奇的發生 就是我當時在報名這一個課程 嗯的當天 然後我還在思考說 嗯可是 我接下來可能幾個月啊 都覺得生活費可能OK 可是如果要繳這一個學費的話 欸我可能最近還要再努力一下 多去外面多賺一點錢 就是多接一些學生什麼的 可是就在隔天 但我想說啊我好期待喔 就是我真的報名 然後繳了費之後 我隔天就一臉 有一個學生就報名 然後那個費用就跟我當時交的 那個費用是一模一樣 然後再過沒多久 當我去聽了裡面的幾堂課 就尤其是第一堂課關於臨在的那個練習 我就很有意識的跟我自己對話說 嗯對我要 更清楚的意識到 我有沒有當下回應 我眼前的這個人的那個那個能力 跟陪伴 然後當我刻意去做這一個練習的時候 我就發現成交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就不是一件行銷 行銷市場上面 你好像要集聚去 用很多很花俏的方式去 clothe到你的客戶 那我其實個人在行銷的學習上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淺 我可能就是學過 聽過一兩位老師 關於行銷上面的一些 建議跟方法這樣子 那我之所以會學那麼少 也因為我內在對於行銷本身 有一個很根深蒂固的抗拒 就是我對他的印象就好像覺得 不是很真誠 然後需要透過一些講話的方式 好像讓對方相信一些可能 就是就是你要把原本的餅 原本是一塊綠豆糕 你要把它講成是一塊太陽餅 然後讓對方覺得說 哇好棒喔 就是原來可以吃到太陽餅這樣子 可是我對於那些行銷老師教我的這些 我其實內在產生了很大的衝突感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以 忠於自我的這個角度出發 我才會辭掉我之前 非常非常穩定的鐵飯碗工作 那如果我在這個市場 我要去行銷我自己 我卻要使用一個我相對認為不真誠的方式 我會覺得對我是一種很大的侮辱 但是我又想說 嗯 會不會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讓我更好真誠的去sell 就是讓我去成交 或者是說讓別人 更好的跟我來合作 那我就發現 當我刻意的練習 臨在這件事情 成交 就相對真的容易超級多 然後到後來其實這近三個月 我完全都沒有很明白的開放 就是說啊怎麼跟我預約啊 或者什麼就是連結 我都說現在就真的是真的蠻的 因為我就發現 當我不去追學生的時候 然後學生就會一直跑來問我 就說老師什麼時候 你還可以再開 那個跟你視訊對話的機會 然後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的那個課程 我就發現當我自己放鬆之後 然後當我真的很全然的臨在 跟這個我眼前的這個人做連結 我就發現 對啊 就好像不用很擔心 就是我要如何把對方close掉 他什麼時候要買 然後他莫買的話 就是我下次可以怎麼樣 就那些的種種 關於比較小我 我頭腦的聲音就會被關掉很多 那我在這個臨在的議題 我想要再 echo一下回去到 Eva在一開始有提到說 你有當觀察員 觀察我在帶另外一個學生 就是同學的一個過程裡面 觀察到的現象 其實我那一次也給我一個很大的看見 我發現 哦原來coaching可以這麼容易 這麼不費力 這麼輕鬆 因為在我自己原本設計的架構裡面 是有一套 次第性的東西 然後裡面一定會有一些 觀念上面的分享講解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每次都一直說一直說 這樣說得很累耶 但是我那一次因為 跟同學團體實戰隊練的時候 是沒有抱著任何的課綱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 也不知道他要問什麼 也不知道 要準備什麼東西 反正就直接上場 就看他到底當天當下想要談什麼 然後就說 哦好啊那就來吧 然後我就發現 哇我真的是 那一天在跟他對話的時候 我不是躺著就是坐著 不然就走著不然就去煮東西 可是我都還可以跟他很 很有連結的去去引導他 然後很 我也在那個狀態裡面去帶領他 然後我就發覺 我完全不費力耶 然後對方好像 好像也蠻有感觸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個過程 這個體驗帶給我是一個 蠻大的看見是說 我不用那麼用力 也可以 可以對他人的生命產生改變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一個 生命很大的一個禮物 這個禮物是 當我放手了 當我放鬆了 這個世界就是屬於我 可是當我想要去追求的時候 我就會跑得很累 那 因為我現在主要是在帶 關於說順流啊 豐盛啊 還有關於我們內在 身心和諧的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當我觀察到自己這個現象 我就覺得嗯 好哦 我要來好好來整理一下我自己 然後感謝 新陳老師 這一套課程的出現 我的確在他的這個過程當 這個課程當中 雖然說我 我覺得其實 大部分的時間 我不是一個很認真的學生啊 就是 其實實戰隊練我只上三到四次而已 然後 其他的 課我大概聽過一遍 可是就覺得觸動我的 可能就裡面其中一兩個兩三個觀念 但是我覺得 就打開我蠻多內在 一些空間 然後 然後 這一件事情 這一個品質也讓我覺得 成交變得蠻容易的 到後期我覺得 反而有點困擾是 學生太多 然後我就想說我不想再教了 我到後來就覺得啊 我不要那麼累 就是 嗯 這也是我最近兩三個禮拜在 調整自己的地方 就是說 欸我如何更好的運用 課堂上關於林載 哪一份能力去 跟我的學生更好協助他們 同時我自己感受到是一個 更不費力的過程 然後 我也很喜歡 跟星辰老師一對一 因為我那時候加入的時候 其實老師有提供可以跟他 一對一的 教練 這個機會 雖然我跟他對話次數不多啦 但是我都可以感覺得到 感受得到 星辰老師 認真的在當下跟我連結 然後 不是以時間 就是說欸這個時間到了 提醒你還增加十分鐘 他從來不會這樣 跟我說 可是 就我們今天討論議題 真的有到某個段落了 才會 才會結束 然後我在那裡面 看見跟體會到的是 他給我 有一種 不平叛的 氛圍跟空間 就他不會跟我講說 啊你就是要照著這樣做 所以你才會 可以怎麼樣 其實他 不太會給予這種東西 那我其實知道 星辰老師已經大概三年的時間 三年多嘛 但是以前我都一直覺得 沒有 很引起 我心裡面沒有很 留下印象啊 或者是覺得說我需要 跑過去跟老師 上他的課程或什麼 可是我這一次 今年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機緣 我真的忘記了 反正 就好像聽到他 在自媒體上面的分享吧 我就覺得 欸他講話給我的感覺 是他不一樣 然後那個不一樣裡面 是有一份放鬆在裡面 然後我喜歡那一份放鬆 所以我就想要靠近他 然後我覺得 這一個就是對我而言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就好像也是慢慢在印證 我現在 在事業上發生的事情 就是 真的就是放鬆下來就好 對啊 嗯 這大概是我今天 想要跟大家 分享的內容 就是關於 星辰老師這一套 課程裡面 我最大的收穫 嗯 好 感謝 Shanty教練 這一段精彩的分享 剛剛你有提到說那個 臨在的力量 其實臨在的力量 的確就是 一旦緊抓 他就會消失不見 他的確是需要一點 放鬆跟從容的 一種狀態 然後讓對方客戶放鬆 讓教練自己本身 也能夠放鬆下來 那個臨在的空間才會存在 但只要這過程當中 就是 有人是 嗯 還不能夠 就是常開 他那個場域 他就會 被限縮 那能看見 的範圍就 就會很有限 嗯 對啊 也跟我們的 心眼欲植有關係啊 就是 當一個人是緊縮狀態 他很容易 屏蔽掉 這個世界 給他的訊息 就可能在我們生活中 走到發生很多的事情 或 你其實擁有很多的機會 可是你會 下意識的阻擋 那些offer 那些邀請 可能都已經遞到你面前了 你都還認不出 那個是機會 有時候就說嘛 就是 大師 可能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的話 大師走到你面前 你都認不出他是大師 所以像生命的禮物也是啊 我覺得 所有 可能在聽這一個 回放的人 我相信現在 資訊報價的年代 很多人都接受到 非常非常多的學習 跟資訊上面的學習 那 嗯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 在每一次學習當中 真的用心去 體會 而不是用頭腦 告訴自己 應該怎麼做 就是會確保 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當我們 讓自己 可以是敞開的 那個流動就會 開始出現 流動出現了 你也猜 心裡 開始 你的心眼欲止 那個眼睛才會慢慢的打開 越來越開 你才能夠 喔 認出來 原來大師 站在我面前 原來這個生命 給我的禮物 在這裡 不然我們過去 就會跟自己說 嗯 這個我不行 我不要 那個太危險了 蛤 什麼 就是竟然還要冒這種風險 像剛剛為滿提到那個朋友 就會把自己 越活越緊縮 越害怕跟恐懼 對啊 好 感謝香蹄教練的分享 香蹄教練的那個聲音很好聽 剛剛也有人在留言 分享說 香蹄的聲音很好聽 好 謝謝 我其實喉嚨已經啞掉了 因為我今天教了三個學生 然後每一個學生都花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覺得 那我晚上 晚上還要繼續這樣子 我感謝你今天 還是特別播空上線來分享 感謝你 不會 那想要 接收 就是 會 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舞動進行 還有 關於 關於 小體教練的一些 活動分享的話 可以關注 小體教練的這個 這個 QR Code 好 谢谢 然后我们最后呢 如果你对于我们的双晋人认证教练 或者是咸云教练的培训会感兴趣 还有我们明天有一场关于Johnson教练 其中一个主讲师是那个Johnson教练的 一个创造客户的一个PayPal计划 半年的一个计划 会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直接扫这个QR Code 然后在里面询问相关的讯息 或者底下的目录也会有相关的讯息可以说去 那最后真的非常感谢 今天上线来分享的教练们 还有有来旁听的朋友们 最后呢 有上线来旁听的朋友们 有其他想了解 或者是刚好Johnson教练也在 想提问的吗 可以直接开麦来跟我们互动 对于课程 有哪里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 可能也有一些 现阶段会想了解的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来开麦跟我们互动 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聊天室那边有丢 关于心灵吧台的官方Lite的链接 可以进到官方Lite 说取关于教练培训的讯息 还有其他近期活动的分享 有一个灵灵吗 请问要怎么随时的放松 尤其是身体状况长时间 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我想要询问一下 那个灵灵是可以开麦 开麦 互动一下 还是 不方便 只能用文字 打字的方式 没有麦 好哦 那就只能间断 跟你分享一下 我不晓得 你有没有 你在过去 哇 这就是 因为不能互动 所以我们只好 就是直接给一些 我们所能知道的一些 方法 然后也因为我也不太 清楚你的特质 因为有一些人是适合 去运动 他才会放松 有一些人反而要 要 运用去 让自己去大自然 去放点 然后让自己去冥想 或者最简单最简单的 就是去 去做观呼吸的练习 那这个 这个部分 如果是用冥想的话 不一定 一开始可以进入得了 但是 如果愿意一次一次的 去 有 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跟关系 他会慢慢慢慢的 会有一个觉察力 在于 紧绷的时候 我去看见了 然后我就知道要放松 然后就会下一刻 又立马紧绷紧缩的时候 我会更容易看见 我要先能够看见 才有办法放松 可是如果一直 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留意到身体是紧绷的情况之下 他hold太久的时候 他就会很容易造成 有些人是肩颈会痠痛 有些人是肠胃 会 会不顺的情况 上班族 如果是长时间没有在觉察自己本身的话 是很容易 会有肩颈痠痛的情况 我不晓得 这样子的 建议 对于那个灵灵 因为你没有办法开放 跟我们互动 哦对 没有多久又回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况 但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愿意一直持续的 在运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协助你自己 你就能够越来越快的 掌握到 你已经紧绷了 然后更快的可以知道要放松下来 哦对 尾满有打字说可以探索为什么会紧张 对 但因为 哈哈哈 灵灵没办法开麦跟我们互动 哎 所以 可以 Johnson教练刚刚有出声对吗 对对对 因为我这边分享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 的好啊好啊 因为他提到随时随地放松嘛对不对 那 嗯 我现在就先假设 如果我们在coaching你的话 我们会去仔细去看 大家所用的字句啦 所以 我从这个描述 我先假设可能你觉得自己可能蛮蛮需要放松的 那我们常谈身心灵身心灵嘛 那 身在前面 为什么我觉得很很大一个原因是 我们心里哦 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想法或甚至是灵性上面的一些 嗯 阻碍 阻碍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些能量呢 其实最快 以及最明显的反应都是透过身体 所以通常如果身体不是短时间的那短时间有可能什么吃坏肚子 腦肚子是短时间的嘛 这是可能跟你的心情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这纯粹就是你身体 不状况 但如果你今天身体也是一个处在长时间觉得自己需要放松 也就是你觉得长时间自己无论是肩颈紧绷啊 还是手脚紧绷等等之类的 嗯 或许在你说做习上或者是你自己运动上 或许这个这个可以改善 但长期的话我觉得会跟后面的心跟你会更有关系 对所以去探究你心中有什么一些想法 念头没有通达或者是对于过去的一些经验事件 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地方 看到一些重复书线的人事物 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定的情绪被勾起来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可能会跟身体的一些状况会有关系 好谢谢Johnson教练的分享 如果还有其他的提问 也欢迎就是到我们的心灵吧台的官方来留言 或者是我们可以约个时间对谈之类的 或者是我们心灵吧台也有公益团体教练的活动 你可以到时候是可以直接跟新城老师在线上及时互动 只是要有Mind才能及时互动 好 好感谢今天大家播空 然后上线来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进行到这边 感谢今天的参与 晚安 谢谢大家 感谢Shantie 维满 ZiZ Johnson教练 还有林林 Simon Nina Nina 然后这个是博语吗 Yan 那我们还有听力跟义珍 谢谢你们 晚安 Yan 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b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